噩梦 Bad Dream 贝贝学龙系列层搜 给一套好多本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教教会本 学习用语中文 有帮助吧 小熊哥哥对太空灰熊 简直着了迷 太空灰熊是孩子们都能 收集到的系列人物活动玩具 小熊妹妹可不喜欢 这些太空灰熊 她觉得他们呆头呆脑 还有点吓人 熊妈妈不太反对小熊哥哥 玩太空灰熊 但不允许他把太空灰熊 放在桌子上 或落在楼梯上 熊爸爸 倒觉得无所谓 那本是收拾屋子那边的 但是这对小熊哥哥可太重要了 他这个小腿是买超市去的 哦 哦 干活挣钱是吧 好 久点像那个 像那个 我小时候收集那个 方便面里边的那个东西 因为他太爱太空灰熊了 为了能买更多的太空灰熊 他还去给邻居打工呢 六狗 每只十每分 关键不用担心那个 光学员 好多国家是给那个狗打光学员 他已经有很多太空灰熊了 但商店里还有更多 他正在存钱 你准备买斯利兹的云宝 斯利兹是所有太空灰熊中 最坏的坏蛋 邪恶猙獰的云宝 是他搞阴谋的老巢 钱存够了 小熊哥哥和全家人 来到熊王国购物中心 买上了云宝 装在一个大盒子里 他迫不及待的想回家去玩 正要上车 却看见一个比云宝 更令他兴奋的东西 熊王国大局即将上映 太空灰熊电影 太空灰熊 那是个电影广告上面写着 即将上映 太空灰熊 太空灰熊电影 他叫起来 太棒了 我要看 我不想看 吓死人了 小熊妹妹说 妈妈 我能去看吗 小熊哥哥问 好吗 好吗 求求你了 到时候再说吧 熊妈妈说 回到家 小熊哥哥打开新买的云宝 拿出所有的太空灰熊 摆好阵势 开始玩起最激烈的太空灰熊大战 但是除了妹妹 没人和她一起玩 妹妹来玩太空灰熊大战吧 请求的 我玩 小熊妹妹说 哦 来玩嘛 只要你愿意跟我玩太空灰熊大战 你想玩啥 我都陪你 玩三个游戏 小熊妹妹 狠狠抬高了 加码 哪三个 小熊哥哥 无奈何 无可奈何的 这块从头 玩三个游戏 小熊妹妹狠狠的抬高了 加码 哪三个 小熊哥哥 无可奈何的 小熊妹妹说 纸娃娃 抓石子 和扔沙包 小熊哥哥抗议道 纸娃娃 抓石子 和扔沙包 让我写口气吧 小熊妹妹说 不玩大岛 小熊哥哥只好接受了 一口气玩完了 纸娃娃 抓石子 扔沙包 终于该轮到 太空灰熊大战 我是斯里兹 宇宙邪恶之王 小熊哥哥大吼着 召集所有太空飞船 叨回老巢 马刚哥星球 除掉四敌 海洛巨人 你敢 小熊妹妹大喊 我是海洛巨人 只要碰一下 我的催眠魔杖 你的魔法就不灵了 要不是熊妈妈 叫他们吃饭 他们还停不下来呢 我觉得熊妹妹 挺爱玩这个的 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把太空灰熊 放在桌子上 熊妈妈责备道 熊爸爸正在浏览 熊王国新闻报 他对小熊哥哥说 你要看的电影 明天上映 小熊哥哥问 妈妈 我能去看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呢 小熊妈妈 熊妈妈说 咱们有一阵子 没看电影了 我说不行 小熊妹妹说 太吓人了 熊爸爸说 没关系 有好多电影 任你选 熊爸爸说对了 熊王国电影院 实际上有四个放映厅 通常是四部不同的电影 同时放映 熊妈妈说 嗯 神奇的舞鞋 这部电影好像挺不错 那是关于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音乐片 神奇的舞鞋 太空灰熊 第二天晚上 到了电影院 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妹妹排队买 神奇的舞鞋的票 而小熊哥哥和一帮朋友排队买太空灰熊的票 神奇的舞鞋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只小熊想当芭蕾舞演员 但是每当他穿上舞蹈鞋 跳舞时 就摇摇摆摆晃个不停 一位老芭蕾舞大师很同行他 给了他一双神奇的舞鞋 穿上这双鞋 他果然不摇晃了 在一次大型芭蕾舞演出的夜晚 他把那双神奇的舞鞋 拉在了公共汽车上 没有了那双鞋 他又摇晃个不停 这时芭蕾舞大师才告诉他 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的舞鞋 那只是一双普通的舞鞋 那只小熊从此恢复了自信 舞姿优美的活跃在舞台上 太空灰熊 讲述的当然是关于太空灰熊的故事了 占据整个荧幕的鬼怪灰熊呼啸及驰 冲向太空 在宇宙中横冲直撞 最后是宇宙大爆炸 电影很刺激 也很吓人 回到家 天已经黑了 孩子们该睡觉了 对小熊妹妹来说 已经很晚了 他很快入睡了 但小熊哥哥还在想着电影 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 他好容易刚有点睡意时 小熊妹妹 惊叫着醒来了 救命啊 有人追我 小熊哥哥哥 谁在追你 他哭喊着太空灰熊 有好多好多 小熊哥哥说 别怕傻瓜 这只是个梦 但是小熊妹妹跳下床 直奔进熊爸爸 熊妈妈的房间 你这个小傻瓜 竟然会害怕一个愚蠢的梦 小熊哥哥打着哈欠 翻了个身 很快睡着了 熊爸爸 熊妈妈极力安慰着小熊妹妹 熊妈妈把他抱上床 紧紧搂着他 说说你的梦吧 梦 小熊妹妹问 熊爸爸说 是的 你一定是做了个噩梦 不好的梦就叫噩梦 可这是真的 小熊妹妹就是镇静了一点 熊爸爸说 梦就是这样 好像是真的发生了 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他们只是你脑子里想出来的 熊爸爸问 能不能说说你的梦呢 太可怕了 小熊妹妹说 我是个芭蕾舞演员 我正跳着舞 舞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包板 太空灰熊从洞里钻出来追我 我一下子掉进了洞里 我一直往下落呀落呀 然后我就吓醒了 太可怕了 说着他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把脸埋进妈妈的睡袍里 熊妈妈说 我相信这一定很可怕 宝贝 但也很有趣 有趣 小熊妹妹疑惑不尽地问 是的 你看就是睡着了 你的大脑还在思考 但已经不是理性的思考 他把你白天想的和担心的事 全都杂乱地堆放在一起 就像混成一团的拼图玩具 小熊妹妹问 你是指比如电影里的芭蕾舞演员 熊爸爸点点头 是呀 还有和哥哥一起玩扔沙包的沙包板 小熊妹妹又追完了一句 熊妈妈也说 还有太空灰熊 小熊妹妹也抢了说 那是因为和哥哥一起玩太空灰熊游戏 和看了电影海报 熊爸爸说 一点也不错 一点不错 小熊妹妹说 哟 还真的挺有趣 正在这时 他们听见了 小熊哥哥的尖叫声 救命啊 有人在追我 有人在追我 小熊哥哥 惊叫着冲了进来 跳上床 把脸藏进爸爸的睡袍里 别怕孩子 熊爸爸说 你只是做了个不好的梦 小熊妹妹 哇 这会儿总毒 救命啊 有人在追我 有人在追我 小熊哥哥惊叫着 冲了进来 跳上床 把脸藏进爸爸的睡袍里 别怕孩子 熊爸爸说 你只是做了个不好的梦 小熊妹妹跟着说 一个噩梦 一个不好的梦 叫噩梦 熊妈妈问 能给我们讲讲吗 噩 我正在吃饭 突然饭变成了太空灰熊 好大好大的太空灰熊 他们来追我 我一下子变成了纸娃娃 我的衣服也飞走了 太吓人了 熊妈妈说 你现在行了 一切都过去了 小熊哥哥说 妈妈 那个像真的一样 小熊妹妹说 当然像真的一样 梦就是那样的 我来给你解释吧 他开始认真的讲了起来 OK 后边是英文版 新疆少人出版社 今天是2019年10月 12月 对对对不起 12月 4号 青少年出版社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 敲键会本学习 中英文有帮助 希望各大人 从小开始阅读 学习四口 我的学习之旅 刚刚开始 拜 Peace